这个部分 赫尔松的部分 生物实验室的文件也被紧急销毁 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开启战端之后 哇 不得了 第一时间怎样 机密销毁 销毁 销毁 销毁的过程多机密 连乌克兰的人都不能够进去 所以它的机密等级 应该是拉到了最高的层级 在哈尔科夫就是现在打得很惨的 那个第二城市 实验室是在美国专家的控制之下 展开了一个秘密项目 专门研究什么 研究蝙蝠向人传播疾病的途径 你想到什么 想到COVID-19是不是 想到以前的SARS是不是 你会想到很多很多 这几年来我们人类深受其苦 一些疾病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讨论当中 现场的来宾 有人当然是联想都没有证据 在想说因为现在都说 COVID-19的起源是中国大陆 是不是它会有另外一个起源 不知道这些东西 目前大部分都被销毁掉了 然后我们看到 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 就采取了一些行动 要求什么 所以俄罗斯发现了这些细节 因为现在有细节 感觉上手上也掌握了一些证据 要求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 召开安理会要紧急处理 那么传出还真的要处理 我本来以为会不处理 这个时间是在3月18号 也就是莫斯科时间 傍晚5点钟 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钟来开会 稍后我们有一张地图 我会请阳明上来做进一步的讯息 进一步的讯息讲解 但是我先问一下大千 你怎么看待这些消息 我们通常评断一个新闻 就是说你要从一般的逻辑来看 它的细节越多 它的来源 讲话的人身份层级越高 它的可信度似乎就越高 所以最近我们那晚报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帮观众朋友们爬梳 哪些讯息看起来不太合理 比方说俄罗斯占了核电厂 他会自己去炸那个核电厂吗 不太可能吗 我要跟他同归于尽吗 那这个从你的 看新闻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觉得它的可信度如何 这么多的细节 感觉上它是 蛮有层次的铺陈 在一个星期前的细节 到现在为止 更多更多的内容 而且看起来好像 似乎名字都要呼之欲出的感觉 对 当然 就当然我们首先要讲的是说 有生物实验室 不代表一定在做 发展生化武器 这两个未必画上等号 但是俄罗斯做这样的一些 这个资料的提供 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些说明 某种程度来说 是一个很高明的国际宣传站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说过 这已经是一个各说各话 死无对证的问题了 就是俄罗斯说有 那你乌克兰一定说没有 可是你乌克兰跟美国的没有 究竟跟俄罗斯的友之间 要彼此怎么样互相来证明 我觉得大千 大千你逻辑非常非常的清楚 但是你看到 事实上美国也指控说 普丁会动用 但是美国就讲得很简单 普丁 这是CI的局长 普丁没有封 陷入愤怒跟沮丧 在假期行动当中 他可能用生化武器 然后还有讲有没有 五角大厦也说 如果乌俄战争不断延长 俄罗斯折损过多 加上经济制裁压力 普丁很可能就会威胁动用核武 我的意思是说 美国也大篇幅的指控 其实从战争一开始 就说普丁会用核武 会用生化武器 但是就没有什么细节 的确 对 只是用一些 情绪性的一些铺陷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的 俄罗斯变聪明了 他不仅仅只是指控 他还逐步的把讯息提供出来 如果接下来 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讯息 我举例他 如果真的能够拿到文件 必须 毕竟很多城市他已经攻陷了 他可能真的有攻下来 这些生物实验室 还没有被摧毁掉 他能够拿出一些文件 能够拿出一些 相关的电脑的资讯 或者是能够拿出更多的人事实地物的证明 当然 那么在这场宣传战上 对俄罗斯来说 他就占了上风 那么俄罗斯做这样的动作 其实我认为有几个目的 就第一个当然最主要的是 要增加他入侵乌克兰的正当性 就原本在讲北约东扩 讲着讲着 好像国际社会没什么感觉 他现在把丢出来另外一个 这又是另外一个震撼单 这件事情如果为真 就代表美国跟乌克兰 联手在发展生化武器 这个问题对于欧洲各国 要不要一起缴获进来 他们就恐怕有别的看法跟意见了 因为他们要不要帮美国跟乌克兰背书 他们究竟知不知道美国跟乌克兰 究竟在干什么 我刚才说过 这已经是一个各说各话 死无对证的事了 如果今天我是欧洲各国 我可能会相对采取保守的立场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做了 但是这些动作 其实对俄罗斯来讲 另外一个让我们担忧的发展就是 他做了这么多的宣称 一方面增加了他的正当性 另外一方面也加强了他 如果要采取断燃行动的合理性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刚才这个秀芳讲的 美国方面讲了两个 CIA局长说他是假其行动 他先指控对方 他其实是要动用生化武器 我们认为这样的说法 这个不太合逻辑的原因是 我刚才我记得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他自己的部队仍旧在那个地方 他动用生化武器 他自己的部队 讨不到任何的便宜跟好处的 那么他如果最有可能 采取断燃行动的 绝对不会是生化武器 反而是五角大厦讲的 就是有没有可能采用 这个战术核武的方式 用小规模的打击 来震慑他的对手 可是我觉得更妙的一点是 你五角大厦如果知道 他要干这件事了 你怀疑担忧他要做这件事了 那你美国应该要很积极的介入 这场战争的和解 或者是这场战争的 中间的一些协商跟对话 可是你又看不到美国 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做最多的事情 就是每天不断的 远远不绝的提供资源 给乌克兰说大坝 我有今天在给你 8亿美元的军事武器 跟相关的资源 这泽伦斯蒂讲的 西方国家都叫我们撑久一点 我们看到在中间折冲的人 不是拜登 我们看到的 连以色列总理都跑出来折冲了 土耳其的总理跑出来折冲 可是拜登却从来没有 在这件事情上达了23天了 他其实是最有机会 终止这场战争的人 所以我觉得很妙的是 如果你五角大厦 真的有这么深的隐忧 包含连我们在外面 这个观看跟观察的这些人 都担忧说俄罗斯 可能会采取断燃行动 因为他现在已经在做 相关的铺陈了 那么为什么美国一直没有 采取更积极的动作 来终止这场战争 海黄 鲍鱼 干贝 XO酱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的严谨工序 将严选大干贝 珍珠包 还有石斑鱼 菲利来入匠 制作皇家品味的口感 您可以扫描QR Code 或是直接到快点购的网站购买的话 记得要输入CTI567 就是蜡西的推荐代码